上回说到包大人审问葛登云的管家葛寿,说棺材里是你的母亲,你说你三十六岁,问你母亲多大年纪,你说记不清楚了,天底下地上头哪有人子不知道母亲岁数的道理? 可见你心中没有高堂老母,是个忤逆不孝之人,来,给我拉下去,打得四十大板,啊,这葛寿可怕挨打呀,心说我顶多挨几十板子,也判不出我什么刑法来,我没害人呢,得嘞,反正是侯爷的事。 顶爷,您别生气,小人我说 请 顶爷,跟您说棺材里那个人小人不认识,前几天,我们侯爷打猎去了,在万泉山就看见这个妇人 我们侯爷两眼发直啊,这个妇人确实长得很好 侯爷旁边有个亲戚,这小子叫丢刺儿,不是什么好人 在我家侯爷面前说了几句话,侯爷一动心,就把这个妇人抢到侯爷家中了 关到后楼上了,派两个婆婆去劝他 没想到 后来这个念书的姓范的,上侯爷家中去找他的妻子 这雕丝啊,就给侯爷出炉 把这姓范的请到书房 好好款待,还答应 帮着他寻找他的妻子 包大人听到此处问了一声 我来问你,这雕丝现在何处 我跟您说,您找不着他了 那天夜里他死了 是不是你跟他有仇,将他谋害 啊,不是,不是,不是 不说实话,拉下来打 哎呦,小人哪 说实话,说实话,不是我害死的 是他自个儿死的 怕因何自死 得了 葛寿欣说到现在呀,我也顾不了了 实话全都告从包乡爷呗 我活了就行了 相爷 这雕丝啊,根本侯爷商量好了 把这姓范的留到书房里 到了夜里头 三更天了 这雕丝拿这口刀 奔书房去杀这姓范的 这侯爷还等着呢 没想到天到五更了 这雕丝他没回来 我们侯爷派人去看 没想到这雕丝啊 自个儿不小心 贼人胆虚 他被这门槛 搬了一根头 他手里拿着刀呢 正扎到自己的耿藏咽喉 嘿,他死了 我们侯爷呀 又派人到书房 盖什么去了 就把这姓范的给揪住了 说他无故杀人 杀了我们管家揪三 带着一群人又去了 一吐乱打 就把这人打死了 装在一旧箱子里头 把他的尸身装好了 趁着天还没亮呢 就抬出去 扔到山里了 哦 那么这妇人又因何而死 又说是你的母亲呢 哎呦,包相爷 我也是没办法 我是你的家奴啊 这个妇人哪 他不大呀 侯爷呢 就伤了好了 把这姓范的头巾拿给他看 说人已然死了 这个妇人就提出三个条件了 没想到他提条件是假的 旁边没人 他伤掉了 我们侯爷一想 人也没到手 还死三口 所以他拿这棺材 把这女尸成练好了 愣说是我娘 答应侍候给我五十两银子 抬他们家庙下来 小人我可一句谎话都没说 哎,包相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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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千万别打我 华公 这葛寿化了贡了 包的人传下话去 所有人犯全都收在南间 然后传下话来 让王朝马汉带着差役去捉拿葛登云 大堂上没人了 这堂口外面就站着一位 就是那地方 这地方呢 让这些人给折腾一天了 连饭都没吃 不但挨着饿 他还得看着两头驴 一头花驴 一头黑驴 大家全走了 没人理他 哎呦,可怎么办呢 我这饿得看着两头驴 哎,好容易等出一个人来 这人呢 正好是四爷赵虎的随从透领帮 我求求您 您给我帮个忙吧 这地方把这话一说 透领帮瞧得可怜 才帮着他 把这两头驴拉到马号里 这花驴呀 还离不开这头黑驴了 哎,这透领帮也乐了 等到了马号了 看见管号的了 这透领帮把事情交代清楚了 就把这两头驴搁在马号里 地方这才回去吃点饭喝点水 哎呀 这地方心说明天早早的 我得来听堂啊 咱们单收包的人 退堂之后 吃完了饭 躺在书房的竹榻之上 他想这个案子 正在这时候 理财进来了 想 公孙先生求见 啊,好啊好啊 包的人起来下了床 包星把帘子打开了 公孙策迈不进来了 想 范仲宇的病 晚生 依然把他治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你的医术 真叫高明 先生 你得把他调理好了 让他头脑清楚 我再问案 好吧 公孙策 公孙策答应了 然后退出去 包星 这才给包的人递成一碗茶 第二天早上起来 包的人叫了一声 包星啊 哎 你去问问公孙先生 现在范仲宇情形怎么样 他能不能走动 哎 包星去了 时间不大回来了 相爷 您瞧 公孙先生 把范仲宇陪来了 把连笼挑开了 公孙策 陪着范仲宇进来 来到包相爷书房 公孙策用手一指 上前参见相爷 范仲宇赶紧跪下了 学生范仲宇 扣携大人再造之恩 包的人一看挺高兴 不要行礼 不要行礼 快起来吧 范仲宇站起来了 包的人一看 虽然范仲宇想大病出狱 但是依然不是疯疯癫癫的情形了 哎呀 看座 给公孙策看个座位 给范仲宇看个座位 包的人一问 范仲宇才把事情的经过 详详细细的跟包的人说了一遍 好吧 范仲宇呀 你的妻子平安无事 儿子在你的岳母家中 你尽管放心养病 等身体恢复了 你呢 就把在考场之内的文章抄露出来 本阁一定剧本提奏 保你不失状元 范仲宇听了 喜欢极了 赶紧站起来 二次跪倒 给包丞相磕了三个头 前来吧 公孙先生 你再给他好好调理调理 两个人告辞 公孙策就把这范仲宇带走了 正在这时候 王朝马汉来了 丞相 葛登云依然拿到了 好 升堂审问 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传发升堂 包的人换好了官衣 来到大堂之上 哎呦 像你升堂了 包大人坐在公案桌后 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一边两个 在包大人身旁 后头 一个是包兴 一个是理财 大堂之上十分肃静 哎 待葛登云 这葛登云哪 不在乎 心说我是国家的侯爷 事出来了 我承认有什么关系 你包整也不敢判我的死刑 哎 这葛登云还挺横 来到大堂之上望着衣柜 葛登云 葛登云 拜见丞相 葛登云 你怎么打死的范仲宇 怎么逼死的白石玉莲 讲 相爷 您问我什么 我说什么 我可是国家的侯爷 好 包大人也不理他 等葛登云说完了之后 包大人让他画了贡 等这贡状刚画完 往这公案桌上一成 包大人立刻抓了一下 这脸就沉下来了 请玉行 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立刻就请到玉行 啪 把这黄包袱放过一抖 葛登云可傻了 虎头闸呀 这口闸可是头一回用 拿葛登云开张了 葛登云再后悔 以然来不及了 咱们书一简洁为妙 虎头闸就把葛登云闸了 然后包大人传下话里 换这狗头闸 又把这李宝 跟李宝之妻给闸了 包大人又传下话里 葛寿定了个斩监后 那么这老道呢 到尸身 要偷取财物 定了个发罪 发往陕西延安府冲军 包大人让屈身屈粮 把银子领走了 把这花驴 就充公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屈身贪财 他换了一头驴 包的人断案 顿得十分细 那么这头黑驴的 仍然归范仲宇 范仲宇跟白石玉莲 跪倒在大堂之上 扣下了包公再造之恩 跟着兄弟白雄 回到八宝村 也看见母亲了 也看见儿子了 一家团圆 咱们书不细表 范仲宇住在孕母家中 僵养身体 就等着当今万岁传旨了 包大人把这案子办完了 第二天 往朝中递成奏折 奏折当中写得十分清楚 威猎侯葛登云作恶多端 已然请欲刑处死 而且奏折上讲清楚了 星科状元范仲宇 因为入场之后探亲 遭此冤枉 现在病还没有痊愈 恩请当今万岁 展现十天 范仲宇才面君谢恩 仁宗皇帝看完了奏折 非常高兴啊 说包大人秉证除奸 所以呢 玉批拿起猪笔来 就把这奏折批了 皇上一看呢 在这奏折当中 有个夹骗 跟这个案子没有关系 皇上一看 上边写的是什么呢 包大人替玉前四品 带刀护卫 展昭请假 展昭回元级祭祖 请假两个月 皇上呢 当时就批了展昭的假了 所以说凡是包大人 往朝中递着折本 当今万岁 没有一次不答应 所以说现在呢 是君政陈良 大宋朝一片太平景象 怎么单说南下展昭 告些假里 马上就要动身 公孙策呢 就带着王朝马汉张龙照虎 给他践行 又留他住了两天 送给他一个随从 这个随从姓张叫张露 那是包的人赏下来的 展昭展雄妃带着张露 两个人骑着马 就离开了包丞相的相府 直接就出了城门了 找了一个树林子 展昭 甩灯黎安下马 把自己的棍衣脱了 又换成自己的便服 仍然是一位五生公子 带着随从张露 回家 直接奔哪儿 长州府武金县御街村 等到了家门前 甩灯黎安下马 展昭上前一敲门 里边一扑展钟 就说了话了 哎呀 这是谁敲门呢 我们家的门没人敲啊 我又不前进前 哎 我也不跟人来往 我看家这是谁敲门呢 到了门前 门插口一响 把门一开 哎呦 原来是大官人你回来了 你呀 一去就不想回家呀 啊 你就把老奴扔到这儿 你也不管了 将来老奴要一口气上 不来 相公啊 你可怎么办呢 啊 哎呦 一日回来就行了 还添嚼过 两个人两匹马呀 这一天得花费多少银两 这展昭啊 也不理他 知道义扑展钟 心眼好 就是爱唠叨 算是大的 几代的家人了 要没有他谁替我看家呀 再说了 这老义扑展钟 确实句句说的都是好话 展昭新说呀 我拿花插和他 老哥哥 房门开着呢 你呀 你走了没人来呀 我干嘛开门 我怕丢了东西呀 我呀 就把门锁上吧 你一回来的书房啊 又得开锁了 展钟一瞧 张露在旁边站着呢 年纪轻轻 你年轻 腿脚立了 走 跟我走啊 取钥匙开门啊 归着归着 张露呢 也不说话 就跟着展钟进去了 拿了钥匙开了书房 一看书房里全都是土 陈土啊 一个铜钱这么厚 张露赶紧拿出条重来 把屋子打扫干净 又把展钟的行李给取下来 放到屋中 展钟这才做下 展钟赶紧端过一碗茶来 相公啊 相公啊 说是说我还得伺候你看你长大的喝碗热茶吧 张露接过来递给展昭 展昭看了看展钟 老哥哥 你休息去吧 他呀 他这老头到了 没想到展钟还不走 哎呦 老奴我不乏 看见你回来 我高兴 大官人 我劝劝你 你也该办点正事了 老在外边闲逛 走无日气 归来无期呀 你得耽误多少事 你看上个月开封府包的人大方人来请你 又是礼物又是聘金 老奴我没办法 大官人你不在家呀 我不敢说这礼 可是包相爷家中的人偏偏把礼物放下 还给你留下一封书信呢 你看看吧 说着话展钟呢 就把这封书信掏出来往上一地 南侠展昭也没说话 把这信接过来打开看了一遍 老哥哥 你放心吧 我已然在开封府做了四品的五支官员了 哎呦 大官人呢 你别跟我说瞎话呀 你做了四品的五支官 你怎么不穿官衣呀 老哥哥 你要不信地看看我包袱你的衣服 你就明白了 我告诉你 我真做官了 当今万岁传着纸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 在开封府任职 今天呢 我是回家 请着假 回来祭祖来了 老哥哥 明天预备祭礼 我得到坟前祭奠祭奠我的父亲母亲 嗯 这个展钟看着展昭他不信呐 张露挺机灵 就把这包袱打开了 老人家您瞧 哎呦 果然是官衣呀 展钟一看高兴极了 两只手揪住展昭 大官人呐 你可做了官了 老奴我没白活 我给你磕头喝喜 那展昭能让他磕头吗 老哥哥 你是上了年纪的人 可不许多礼 好 不让我磕头 我就不磕 大官人 你得听我的 既然做了官了 展家就你这么一个 你得 接续展家的香烟了 你也老大不晓得了 应该早必婚姻成家立业呀 南侠展昭挺聪明 他知道展钟是好人 但是他怕听他唠叨 这个展钟让他赶紧娶媳妇成家 南侠展昭就借这个口分 有了主意了 是啊 我也想这件事 老哥哥 前些日子杭州有个朋友 给我提过一门亲事 等明天上完坟之后呢 后天我就走到杭州去联姻 其实展昭想借机会走 再说呢 他喜欢杭州 杭州的景色太好了 借这机会上杭州玩玩去 省得听展钟一天刀了刀 刀了刀没完 展钟就心了 大官人 太好了 太好了 老奴 我立刻去准备祭礼 展钟高高兴兴走了 到了第二天 展昭带着张露 骑着马 展钟跟着 就来到展家的坟地了 到了坟地一看 怎么这么热闹啊 南南女女老老少少的 乡亲们全来了 足够一百多位 为什么来了 因为展钟高兴啊 初学半季里 逢人就说 御人就讲 哎呦 我们官人哪 做了皇家饰品 带刀的御前护卫 今天呢 告假回来祭祖 当地老百姓 一看展昭做了饰品官了 大家伙全都来到坟地 有帮忙的 有过得说好话的 再说 也有看热闹的 展昭到了父母坟上 击完组之后 在父母坟前磕头 磕完头了 站起身形 往寺外一看 哎呀 这坟地收拾得非常好 看了看 老奴展钟 心中感激 南辖展昭 要离开家乡 告奔杭州 南辖 遇见一件可心的婚事 咱们下回再说 咱们下回再说